解放军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已就此发表了谈话 这里我要强调 美军屡教不改 一再擅闯中国南沙岛礁临近海空域 这是对国际法规则的严重损害 也是对中国主权安全的严重损害 严重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调新行为 以免引发不测事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